人籁香農会高山茶王冬茶比赛及日期开始收建 由于今年雨量不足 参赛茶场提供的点数也比网少了很多 人籁香農会为了保持人籁香高山茶的品质 今年特别限定只收700余点 而今年茶农参加比赛 平均也在3到5个点左右 相信今年的高山茶王评比品质 一定能够比以往提升 我们过去在当中 我们农会一直要求坚持品质 所以说在淘汰率都达到50%以上 所以说我们以量以品质为优先 所以目前来讲 一些不好的品质的茶叶 几乎都没有办法来参加比赛 因为它可能会受到淘汰 那我们一般的茶农来讲 以2点到5点为最多数 所以说这也是符合一个主要比赛的精神 那过去这种大点数几乎都没有了 那我们希望说让更多人参与 也让我们的好的茶能够在这竞争当中能够出现 由于仁爱乡风景秀丽物产风饶 县医院廖文贤也邀请大家 有空多来仁爱乡旅游 除了可以欣赏亲近阿万大等地方的美景之外 原住民的风味餐以及仁爱高山茶也值得拧来品尝 希望我们的全国的国民都能够到仁爱乡来 因为仁爱乡除了风景非常的优美以外 亲近的高山步道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除了可以欣赏这个优美的环境以外 优美的风景还可以品尝我们仁爱乡的茶艺 我们仁爱乡的茶艺品质是最好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来仁爱乡游玩 仁爱乡农会今年可说是丰收的一年 除了六项产品入选百大竞选 百大女青龙亮点茶窗等评选也获得不错的成绩 副卫长潘一泉肯定仁爱乡农会的用心 也邀请大家有空能够来仁爱乡品尝优质的高山茶 记者陈伟一仁爱乡采访报道